各位觀眾 橘子熊的SLAM 劉彥晨選手與游宜鋼田的 黑色柯玉鳳選手 即將進入到的是 第二回合的比賽了 不過在第一回合比賽 真的15歲而已的 柯玉鳳選手黑色 一開始覺得有點劣勢 但是他隨即接下來的反應 非常的正確 現在是落敗方選地圖 所以SLAM選的是旋風這張地圖 對 沒錯 我們現在螢幕上看到這七點鐘方向 那這是橘子熊的SLAM 是藍色喔 藍色的蟲竹 好 再來到一點鐘方向 唉 這邊感覺上是出了點什麼問題嗎 這邊已經遊戲是已經暫停了啦 對 已經是暫停了喔 是發生了 應該是有選手覺得有點LAD 或什麼之類的吧 通常應該都是這樣才對 對 在開局的時候 這樣子有可能 不然就是有時候會有遊戲 沒聲音這種狀況 對 對 對 這是我目前知道比較常發生的 不過這邊已經離開遊戲了 對 可能要重新開始 對 這邊可能要重新開訪了 對啊 沒聲音 好 那到底這個沒聲音 還是有問題 因為這邊要重開機了 聲音到底是像小白賽 是像MISS 沒聲音 聲音真的很重要是嗎 是… 我記得很早之前也問過SOBE 星海選手在對戰的時候 有聲音到底重不重要 對 其實很重要 很重要嗎 對 其實很重要 因為我們有時候在裡面 尤其是如果我們後面被空投 或是 其實我講一個最實際的 就是從此地網 出來的瞬間會有一個 那個很大聲 會有一個很大聲 噢噢噢噢的聲音 如果你沒有耳機你就聽不到 對 那那個基本上就算是 你的地圖是沒有打開的 就是你沒有看到 它只要放在你家 然後有爆出來 你還是會聽到那聲音 所以聲音它是會警示 對 它是會警示 重新地網是特別明顯 其他的包含你被攻擊 或是什麼之類的 其實你有聲音提醒 因為有時候你眼睛在忙 你不一定會有時間 注意那些東西 是 我最討厭聽到就是 你還需要更多的補給站 對…每次都有 或是你需要更多的金礦這樣 我就知道嘛 不然你給我這樣 對 但是你又不給我 就被跟我說 顯得很煩這樣 對…你都會聽到這個 所以聲音的部分 在特別是比賽的時候 也是非常重要 對 沒錯 這是非常非常重要 好 那這邊要等待 待會兒要重新開始 請觀眾朋友先休息一下 待會兒馬上再回來 橘子熊隊的Slam 對上由於鋼田的HES 第二回合的比賽要開始了 落敗方選圖 Slam選的是旋風這張地圖 對 我們現在螢幕上看到的 這個是11點鐘方向 這個是橘子熊的Slam 然後你看Slam是藍色藍色的蟲竹 好 再來到這一點鐘方向 雙方都是在上方的一個位置 這由於鋼田的HES 是紅色紅色的神竹 不知道Slam可不可以推測猜測 講不準也沒關係 就是 Slam為什麼要選旋風這張地圖 有沒有什麼用意嗎 這張地圖比較大 對 其實這張地圖 基本上對於蟲竹來講 比較大的地圖 對他自己的反應時間 就會來比較長一點 對 而且因為這是張 世人點位的圖 所以對方可能會比較晚尋到你 對 可能是比較 會比較晚尋到 重組的一個情況之下 這張地圖又是一張 非常非常知名的 飛塘幻家圖 當遊戲進入了中後期之後 這張地圖非常很強悍 非常非常強大 那飛塘的各種騷擾 那因為真的很大 例如說我們兩邊都在上面 那通常如果 例如說我開礦開到下面去 神族不太可能派大軍去打 因為如果派大軍去打 那你的部隊就直接衝到我家了 對 所以這張地圖是 非常是 進入中後期之後 重組很常會採用一個 非常的一個換夾戰術 而且旋風因為地圖很大 那蘇貝剛剛講的 飛塘機動性又特好 對 沒錯 就是因為機動性特好 那剛剛又特別講的 就是四人地圖的情況之下 有時候重組選手 會在這張地圖選擇一些 特別的一些進攻的戰術 那這張地圖的神族 大部分都會打得比較 反而四人地圖雖然比較大 但是反而神族會打得比較保守 我們看他那邊是打一個單兵 對 所以黑石應該也不至於 打一個大招野兵營嗎 對 有可能 這張地圖有時候 會有神族選手 尤其是之前 輝就曾經在這張地圖上 使用過4BG 使用過4BG的一個戰術 但是當時是沒有成功的 因為當時是直接被尋到 那這一場就來看一下 黑石他要怎麼打了 也有可能是打一個單兵營 開礦也有可能 就是比較正統的一個開局 橘子熊的Slam選手 其實在第一季的比賽 也表現非常亮眼 特別是在季後賽 對不對 他其實在例行賽 這個Slam是6勝5敗 打了11場 其實是12個選手裡面排第5名的 但是季後賽非常強 甚至還有在季後賽打敗San 至少拿過1勝對不對 對 沒錯 也能拿到1勝 雙方還差點把San打到敗部去 對 所以他到季後賽裡面 發揮得非常好 到了第二季 到第二季現在 有點這個浮浮沉沉 沒有說像第一季季後賽的那種 氣勢一鼓作氣 對 我覺得Slam這一位選手 基本功很扎實 其實基本功很好 因為他之前跟San一起練習 但是他就是有時候 我覺得他的狀況不穩 是很大的一個問題 例如說剛剛那場比賽 已經完全正好 我相信他自己也會很懊惱 因為對於從出來說 剛剛那個狀況 只要你狗進去 你沒看到對方的科技走向 基本上那場比賽 你沒有拿下來就算是 因為也不能說沒有拿下來 就是起碼在中期之前 你都一定是優勢 因為你可以從中就防守反擊 開到三框就知道你的戰術 正來講是絕對可以防守住 尤其是你要打中一波的戰術 結果他偏偏偏還被對方一波打死 我相信他自己也是很懊惱 對 那這其實就是 我還滿常看到實練就是這樣 偷偷偷 偷要被直接打爆了 就是選手的一個 針對這一塊是 真的要多留意一下 而且我還滿懷疑 今天跟他同隊橘子熊的San 楊家鎮選手也有來嗎 我還滿懷疑San剛剛在外面看了 最後到結果他應該笑到肚子痛 在地上打滾 這麼一開局 這樣子的看光別人之後 最後是這樣的一個結果 對 這邊來了 他可以也4BG打一個 開礦真是4BG的一個戰術 但是他二礦還是會開 只不過這一個 就是他會讓對方以為 就是自己是一個 開二礦的一個開局 但是這邊的話很可能 就是這個4BG會突然間打的 對手措手不及 他放的位置 在咔咔角等於是 7點鐘 8點鐘方向 對 不過這邊Slam是放了第四 這邊放了第四其實還滿 打得算是很保守 Slam這場上沒有把三礦開出來 那 感覺雙方這一個 都很謹慎 敲摸摸 這邊下了一個水晶了 對… 等下要開始抱兵往前A了 看到了 這邊我覺得 海蝦會不會直接放棄 海蝦會不會放棄 因為他這邊看到兩根地刺 還是要壓 還是船邊過來 還是要壓了 好,他還是要壓 那這邊的話後面 這個提速口已經好了 所以這一波我覺得 要賺到的機率不高 來看一下 這邊 上去了 這邊有一種後蟲 你怎麼回來了 你看我後面 獅子寬死 我有後蟲紅血逃掉了 逃掉了 不過還好 這邊後面的浴化蟲跟上來 這一波輕鬆可以守住 這樣跟第四再加上大量 突然間三隻走進的地方加中 對… 又要再來看 對,又要再來看 這一次 其實這次有沒有看 都沒有關係 因為其實這一個 看到對方這個 不得也知道對方是一個 直接履扣回家 好,直接履扣 漂亮 沒有機會打下來 直接履扣回家 好,殺到一隻公兵 對 這邊的話 海質會陷入一個狀況 是他沒有做惡礦建築學 沒有做惡礦建築學 表示來了 沒有惡礦建築學 糗了 而且剛剛履扣用過 沒有能量 可以丟大光炮 不過這個立場放了相當的水準 好 這邊的話 稍微被趕走 所以剛剛是用母劍核心 對 群體召喚的經驗 對,直接一個recall 對,我們那個叫recall 就是直接回家 對,是重駐之星這個版本 對,又看光了 看到,還有另外一個 你要不要再看一下 再繞一下嗎 有,還要再繞 對,不要輕言放棄 繼續繞 對,這個 買一張票可以看一整天電影 對 看久一點 沒有清場的 對,沒有清場 對方要清場 你可以各種躲廁所 結果他還是死掉了 沒有看到第二個飛機場很可惜 看到了基本上 就可以幾乎就是大優 不過還有,堅長從跟著請來看 這個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現在這邊的話 司令把三框開得出來 工兵也刷到55隻 那 黑斯這邊則是把雙框刷到滿營運的 45隻的工兵 那現在開始要做一些 雙飛機場的戰術 還是只看到一格 只看到一格而已嗎 對,其實看到兩位來就比較保險 因為 這個是假的嗎 對,這是假的 顏色有點不太對勁 修圖沒有修好的 一個幻象的 難道又要打一個 又要打一個 這場是雙飛機場六兵 又要打一波的戰術 來了 前面真的還是傳兵過來了 又要來了 對不起... 趕快走人吧 趕快走人吧 要守嗎 好,可以 可以守住 易化蟲需要夠多 而且易化蟲一攻一防 易化蟲是攻防優勢 這個易化蟲的攻防優勢 在守狂安士這種戰術 就會來得比較好守 好,這邊應該沒有問題 單況的話 趕快放下兜龍炮台 再爆... 好,家裡面要出感蟲 但是 來不來得及出來呢 家裡面我們看放下的地刺 但是... 地刺要... 趕快... 地刺要來... 好,這一個反應相當相當迅速 我們看到地刺過來 扎根之後 先把水櫻塔打掉 這個位置是可以把水櫻塔打掉的 有,有一個洞了 好,沒有問題 而且狂戰士是零攻零防的 對,狂戰士零攻零防 易化蟲一攻一防 這樣打起來 其實易化蟲的速度 是相當相當高的 這樣三隻可以咬一隻 對,可以 三隻可以 對,三隻的話應該是可以咬一隻 而且剛剛那個地方 其實是比較沒有... 就是你沒有操作空間了 對於神主來講 這邊沒有... 流進去 這一個... 這一個還是糗了 不過這邊丟出了大光炮之後 立馬不理你 上主礦 對,有動一百分 對,刷滿狂戰士 開始各處的一個防守 主礦沒有大光炮 這個能量很多 好,這邊就只能殺工兵了 我們來看一下這邊就... 這一波 還是守不守得住 很多易化蟲 對,這波守住應該沒有問題 因為只有易化蟲 但是這波的騷擾會導致黑石 沒辦法做接下來的進攻 而這個時候 司令就可以把整個 就是礦局的工兵 瘋狂的刷滿 然後乾燈蟲也一開始 也已經開始亮傳了 這邊有大光炮 在打 沒了... 做到場的好夢 時間到了 剛剛還好,手住了 手機突然已經沒了 噴著... 沒了 還有一隻 還有一隻易化蟲 被咬掉 就是探測機自己來了 自己來 自己來了 拿著磚頭打了 只剩下一隻 現在人口單位數是104對78 對 這邊的話 對於施令來講 接下來就好過了 因為接下來已經 這邊前面的防守 都已經完美守住之後 它三本已經快完成了 現在選擇乾燈蟲 三本完成之後 要不要出現在最夯的雷獸呢 我們現在... 像昨天 Stan一樣 對... 我們現在雷獸是 比較夯的一個部隊 雷獸已經擺脫了吉祥物的 這種污名了 其實現在雷獸 你只要配並配得好 對 加上現在這個工坊 它又是優勢的情況之下 因為它也是升級 近戰一攻一防 近戰的工坊 現在已經來到了二攻二防 三攻正在填 所以這邊雷獸只要出來 基本上 在地面的一個會戰 是非常非常強大 再配合乾燈蟲 很強 乾燈蟲先定人家 然後雷獸再給人家夾死 對 它還可以丟蛋 雷獸就怕對方 就是做操作 例如說閃追或是甩槍 但是你可以定人 你把它定住就 落單了 落單很寬 突然間 來到三礦 直接點工兵了 不管 黃戰士 對 二攻二防的狗 在這邊直接打人 就不是開玩笑的 對啊 二攻二防的狗 對 這邊的話 黑石的工坊 零攻零防 這是非常非常尷尬的狀況 因為零攻零防的部隊 其實 你在面對對方二攻二防 現在一攻了 一攻零防 家裡面開始走高科技路線 我們看到這個兵營 連位置都是非常講究了 你的狗過來咬不太到 鳳凰正雞 定住 定 漂亮 定 再定 再定 再丟 再丟 這邊的話 如果把這一個持光 對方就沒有 這一個定得漂亮 Slam這邊 我要剛剛講 它基本公正是很紮實 以現在的這種 躲避球的一個狀況 其實能夠定到這麼多 已經算不錯了 對 把黑石的鳳凰戰機 打到變iPhone1了 對 這邊的話 而且這個iPhone1 還是已經即將要爆炸 對 故障品這個血量是紅色的 只能來看一看 對 做最後的巡禮 人口差了50幾 這個人口落差是非常非常大的 那接下來 這一波黑石要怎麼擋 完全 雷獸出來了 對 雷獸出來了 還做螺旋塔 對 還把螺旋塔放下 科技會 重組到經濟夠好 一定要科技全開 因為這就是重組的優勢 隨時做轉兵 因為經濟夠好 我們隨時趕快盡量把兵 針對對方的兵來做一個轉兵 結果黑石出的是巨像 還有不朽 巨像不朽 執政官 這都是一個算是 打雷獸算是比較好用的 對 那巨像就是拿來專門 在掃義化蟲用的 這邊就要來看一下 這一個的一個防守了 這個立刻放下了建築學 我們要守住雷獸 建築學也是非常非常重要 滿人口 不朽也沒有提攻防 對 現在就是一攻 就是只有一攻 就是只有一攻 什麼都沒有 二攻即將完成 但是還沒好 你們這邊 要在這一個廣口會戰嗎 如果這個 沒有沒有沒有 實練還沒有衝 所以要是剛剛在那個廣口 被實練定住的話 比賽就直接結束了 對 毫無懸念 因為現在這種部隊 很明顯的質量有落差 數量有落差 我們看到建築學 水晶塔建築學 來了 各位觀眾 在自己家門口 做了一個水晶塔的立場 我覺得黑石 這一個做法很聰明 很有創意 很有創意 真的是 各位觀眾 武登獎 這個邀班的獎給他 這個是本日最有創意 對 用水晶塔 建了一個屏障起來 對 這個因為立場 在雷獸面前是沒有用 會被踩掉 對 所以這邊乾脆直接用水晶塔 做立場 那真的是很聰明 那如果這邊你要打的話 你就必須先把水晶塔拆掉 水晶塔做得萬里長城 對 我這個工兵 看到這麼多雷獸 這個都抖到一個不行 抖到後面來 抖到水晶塔後面 對 抖到水晶塔後面 我們蓋了那麼多水晶塔 走到前面就沒有意義 中環了 中環了 中環了前面 完了… 這個根本來亂 各位朋友 最有創意的死法就是 放了水晶塔 結果桃子自己不能退兵 這個 結果 他是幫水晶塔擋的 對 各種撐蛋 結果 這個球大 這個前面 這個前面就是 我們前面因為 直接被打破 我都不知道該說什麼了 巨像跟不小師 幫水晶塔擋 對 真的輸出其實是水晶塔 好 最後是黑色打出了GG 所以在今晚這兩位選手的交手 各是取得了一勝一敗 各拿到了一分的積分 我們先休息一下馬上回來